先给自己倒上一杯 不知道大家去外面买酒的时候 有没有发现 那个酒标上面贴着一个巨大的96分 或者你去到一个酒局的时候 发现大家带的酒全都是100分 那你就会心底想了 这个分数是不是它水分很大 今天这期节目呢 我们就来聊聊 葡萄酒分数究竟有没有参考意义 是谁评的分 分数是怎么评的 节目的最后呢 我会给出我的一些个人建议 如何让这些葡萄酒分数 变得对你有意义 大家好我是Ivy 欢迎来到Ivy的微醺酒馆 花刀七分酒至微醺 让我和你分享 不玩而美的品酒至高境界 那首先我们就直接了当 来回答一个问题 葡萄酒的分数它究竟有没有意义 很遗憾的告诉你 没有 如果你单看分数就来决定 你要不要购买这瓶葡萄酒 我告诉你 你是会交很多学费的 所以继续往下看 我给你省一点酒钱 首先我们来讲讲 是谁在评分 那评分呢 主要分两个派系 一个是个人派系 一个是杂志机构派系 个人派系呢 有非常有名的 美国代表罗伯特帕克 还有英国代表杰西斯 罗宾森 那杂志评分 我在这里就不多说 我自己呢 其实也有进攻过 很多葡萄酒杂志 一开始觉得 文章写的还不错 蛮有意思 后来我就觉得 这广告也打得太猛了 我就直接取冠推定 为什么我刚刚重点 提到两个个人代表呢 是因为他们两个的 评分系统是不一样的 杰西斯罗宾森 你是用的是20分制 而罗伯特帕克用的是100分制 现在100分制呢 也是在葡萄酒评分里面 被广泛运用的 所以呢 我们来讲一讲 这100分究竟是怎么来的 啊 首先首先 每款酒都有一个基础分 50分 就算这款酒再怎么的 不是再怎么的难喝 它也有50分 那在50分的基础上呢 加5分是它的外观跟颜色 加15分呢 是葡萄酒的香气 20分呢 是葡萄酒的口感 还有它的鱼味 最后的10分呢 是这个酒总体的一个感觉 以及它这个酒是不是有一个成年的潜力 好了 那我们弄懂了 这100分是从哪些维度来评呢 那不同的分数又代表什么意思 那我这里简单粗暴的总结一下 第一75分就是绝对不要买 75呢 到79是还能入口 但是我不建议你买 80到84分呢 就是质量一般 买的时候呢 要考虑一下 85到89呢 是优秀的酒 可以买 90到95分呢 是杰出的酒 闭着眼 就可以直接买 96分到100分就厉害了 就是杂锅麦铁也要买的顶基葡萄酒 杂锅麦铁这说了有点过分了 接下来我要讲的这一点非常重要 其实分数之间是没有可比性的 你想象一下 如果是一瓶20块钱的餐酒 它评分98分 和一瓶2000块钱的法国名装葡萄酒 瓶90分 评良心讲 你要喝哪款 那很多人问我 那我为什么现在在市面上 听到都是100分呢 我觉得主要一个原因呢 是一个酒庄 它拿到100分的酒之后 会大字去宣扬 你想一下 你以前考试的时候考70分 你会到处去告诉别人 你是皮痒的 想给你妈打了是吧 所以拿到低分的酒庄呢 它是会闭口不谈 拿到100分的就100分 100分 但是呢 也不排除有一些分数 它带有一些水分 如果对这个感兴趣的 可以抠一 我下期出一期节目来讲一讲 好了 你看到现在 知道分数是哪些维度频的 每一个分数是什么意思 最后我们要解决的问题是 究竟哪一个人 评的分数对你才是有意义的 你要怎么找到这一个人 我觉得这个也是很多人 问我的一个问题 我建议大家要这么做啊 你去买一瓶酒 买回来了之后呢 你就上网去看那些分数评价 那你撒进去了之后呢 会看到每一个酒瓶 加它给出的分数 几乎都是不同的 那这个时候呢 你要打开酒 然后喝品 但你这个时候要看的 并不是分数 而是分数下面 对每一款酒的评价 你编品的时候 你就看这个评价 看看它讲的 跟你心里想的 是不是差不多 就是说呢 它这个酒评价 它能评到的 你也多少能评到这个味道 那么这个人 就是你要找的对的人 以后呢 它对其他酒款的分数 对你来说呢 就是有参考意义的 为什么这么讲呢 因为我觉得每一个人口味不同 就算是非常专业的酒瓶加 也很难完完全全的 去除自己的口味爱好 很中肯的来评价一款酒 所以找到跟你口味相近的酒瓶加 它以后的分数 才是对你有意义的 但希望大家看完我这期视频之后呢 对葡萄酒的分数 有一个改观 和一个大致的了解 总而言之呢 葡萄酒分数 不能只看分数 要看它背后酒瓶加 它写的酒瓶 是否跟你个人的口味一致 酒瓶呢 可以在下方留言 你最喜欢的葡萄酒酒瓶加 我想看看哪一个 在你们酒瓶里是比较有人气 如果呢 对葡萄酒分数呢 想更深挖的感兴趣呢 给我狠狠的点赞 喜欢我们的节目 别忘了三点一个下期节目 我们再见 拜拜